1965年,周恩来秘密安排一女子前往台湾,蒋介石亲自到机场迎接,1965年的一天,台湾的台北机场突然变得热闹了起来,不仅有一大帮人再次等候,甚至其中还有蒋介石和宋美玲,看起来今天是有一个重要人物要来台北了,他又会是谁呢? 出人意料的是,尽管让蒋介石如此兴师动众,但这个人既不是政坛大佬,也不是商界名流,甚至都不是一个公众人物,而只是一个不知名的老太太,她的名字就叫蒋妙月,究竟是何等人物,会让蒋介石这么看重呢? 当蒋妙月从飞机的弦梯上缓缓走下,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赶紧迎了上去,他小心翼翼的搀扶着这个已经满头白发的老太太,来到蒋介石面前,在同时,蒋介石夫妇也迎了上来,其神情十分动容,尤其是蒋介石,泪花已经在他的眼眶里打转,而老太太在见到蒋介石后,也是颤抖着手,轻抚蒋介石的头,并说,瑞元啊,我终于见着你了, 瑞元正是蒋介石最早的曾弄名,蒋介石的名字还是很多的,后来还有至青和中正,而我们最熟知的介石其实是他的字,老妇人既然能喊出蒋介石的旧名,就说明他和蒋介石之间是感情很深的故人,而他敌却是蒋介石的亲戚,准确的说是唐舅母,蒋介石与蒋妙月之间的关联说来可就话长了,一定要回到蒋介石父亲那一辈去, 蒋介石的父亲叫蒋兆聪,是凤化当地一个著名的富家子弟,在这里,富家子弟并非是贬义子,也为蒋兆聪并非是顽固子弟,反而很聪明能干,他的青年时代就接手家族生意,经营着盐铺和钱庄的生意,这两门生意在古代,那都是最赚钱的买卖了,蒋家能经营这些营盛,其家业必然是丰厚非常, 借着丰厚的家业,蒋兆聪先后娶了三房太太,蒋兆聪的发妻姓徐,两人生了一个儿子叫蒋介石,一家人的生活本来很是和睦,可好景不长,徐氏竟然早早就去了,而蒋介石不久后也被蒋兆聪过继给了徐家,了却徐氏的感情后,蒋兆聪又娶了第二个夫人孙氏,两人的感情也很好,可这个孙氏也命不长久, 两人也没个孩子,在孙氏之后,才有了蒋介石的母亲王采玉,两人生下了儿子蒋介石,至于蒋妙业,他是蒋兆聪的堂妹,后来嫁给了蒋兆聪的二房妇人孙氏的哥哥,于是在宗法关系上,蒋妙业既是蒋介石的堂姑妈,也是蒋介石的堂舅妈,在蒋介石18岁的时候,他的父亲蒋兆聪病逝了,留下他们一对孤儿寡母守着家业,可想而知,这种情况下, 王氏想要守住家业将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,果不其然,不久后,蒋介石的伯父就借故夺走了他家的钱庄生意,而蒋介石那位过继给徐家的同父异母的哥哥蒋介卿也回家争夺家产,把盐铺生意拿走了,此时留给王氏母子的就只有五间瓦房,别无经济来源,这也就是为什么蒋介石明明是个富二代,但童年却过得穷困潦倒,不得不靠人接济度日, 而接济王氏母子的人中就有蒋妙月,光是受人接济是不够的,为了活下去,王氏只能放下父太太的身段外出做事,但这样一来,蒋介石就输一较道,变得十分顽劣,他经常四处惹事,让王氏很是头疼, 而每每遇到事情,都是蒋妙月帮忙解决的,虽然喜欢惹事,但蒋介石读私塾期间的学业倒还算过得去,他后来也成功考上了中学,可上学的费用成了问题,所以他不久后就辍学了,到十四岁,王氏就开始为蒋介石张罗婚事, 他相中了沿头望族毛家的闺女毛福梅,虽然对方比蒋介石大了五岁,可这在当时是正常现象,所以亲事也就定下来了,只是,结婚也是要花钱的,王氏当时并没有钱为儿子取亲, 还是蒋妙月在关键时刻出手,给王氏送来了一笔救急钱,这才让毛福梅顺利进门,成亲后的蒋介石并不打算安家手气的过日子,虽然他从中学辍学了,但他还是想去外面闯荡,而此时正是二十世纪初,在清朝的最后几年里,中国与日本的关系进入了一个蜜月期,清政府转变了此前以欧美为师的政策,转而开始学习日本,这带起了一股流日风潮, 蒋介石受此影响,也想去日本留学,可他中学都读不起,还哪来的闲钱去日本呢,次来想去,蒋介石瞄上了妻子的嫁妆,毛家陪嫁过来的东西还是很丰厚的,而他最终也说服了自己的母亲和妻子,只是便卖嫁妆换来的钱还是不够支撑他的东洋之旅,在得知蒋介石要去日本留学后,还是堂舅妈蒋妙月站了出来, 他将四百大洋送到了蒋介石的手中,这里的大洋并非是后世的元大头,而是光绪年间的龙洋,四百大洋已经够一个五口之家在上海生活一年之久了,可见蒋妙月出手之阔绰,但要说的是,蒋妙月一家虽然条件不错, 但绝非是大富大贵,四百大洋对他们也是不小的数目,而蒋妙月也是东拼西凑出的这笔钱,之所以他肯这么做,就是认准了蒋介石是一个有稚气的孩子,将来一定能有出息,一定意义来说,蒋妙月的眼光是正确的,带着舅妈凑出来的四百大洋,蒋介石去了日本, 而他在日本先是认识了陈其美,随后又在陈其美的引荐下认识了孙中山,渐渐的在这些革命党的影响下,蒋介石也走上了反清路线,于是在两度赴着留学后,蒋介石在1911年回国,受陈其美的指示带人到杭州参加光复浙江的活动,此后他的革命活动也是很频繁, 到1914年,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了中华疾命党,并派蒋介石回国,协助陈其美反对袁世凯,但是孙中山的二次革命最终是失败了,而包括他和蒋介石在内的一大批人都受到了袁世凯的追捕,孙中山在此时逃到了日本,蒋介石则躲回了西口老家,只是,蒋介石虽然躲回了老家,但依旧受到袁世凯人马的追捕,家里肯定是待不住的, 关键时刻,蒋介石想到了自己的堂舅母,他赶紧登门请求蒋妙月的帮助,看到蒋介石这个狼狈样,蒋妙月几乎是没有多想,就把他藏在了自家的阁楼里,可谁承想,袁世凯的追兵竟然追到了蒋妙月家,而其中一个军官看到蒋妙月一直磨磨叽叽不肯让查阁楼,知道阁楼一定有猫腻,于是坚持上阁楼查看, 然后他就看到了蒋介石,但万幸的是,那个军官对革命者十分同情,他既没有动手,也没有声张,只是带着人走掉了,等到追兵离开,蒋妙月深知自己家已经不再安全,便计划送蒋介石出去夺夺,想来想去也就日本是最合适的, 可是,去日本毕竟要一大笔钱,蒋介石此时可以说是身无分文,最终蒋妙月将自家的二十亩粮田给卖掉了,用换来的钱给蒋介石当了路费,这次去了日本回来后,蒋介石的命运就不一样了,随着革命运动的成功,蒋介石也飞黄腾达,他也一步步坐稳了国民党一把手的位子,蒋介石已然金飞细笔, 而他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堂舅母,为了回馈蒋妙月的恩情,他把蒋妙月的儿子安插到农业银行发行部当主任,不久后还把蒋妙月丈夫孙秦峰的堂外甥汪日章调到自己身边当秘书,说起来,这个汪日章还是周总理的同学,他们当年曾一起在法国留学,蒋介石这个人,向来是任人为亲,能被他重用的人,要么是学生,要么是故旧,要么是同乡, 这都是他作为军阀的特质,所以他对蒋妙月亲卷的重用也是不难理解的事情,在这个时候,蒋介石其实还托堂舅母办过一件重要的事情,只是这次不再是拿钱,而是当说客,蒋介石当年一心要追宋家的三小姐宋美玲,但她本身有着一妻二妾,宋家不可能接受自己的宝贝闺女过去当妾,一定要蒋介石把家里清理干净,蒋介石自然不可能固守爱人, 但她想要休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,毛福梅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妇女,对蒋介很是重视,她死活都不肯离婚,这就让蒋介石十分头疼,所以蒋介石不得不搬出自己的旧母,让她做毛福梅的思想工作,在蒋妙月的劝说下,毛福梅终于有所松动,但她要求蒋介石必须把自己留在族谱中,并提供终身赡养, 这些蒋介石也都同意了,经过一番折腾后,蒋介石成功遣散了自己的太太团,堂而皇之的在上海与宋美玲成婚,达成了自己的目的,可是这件事对蒋妙月可不是啥好事,坊间一直对她怂恿离婚的事情有威似,这之后的事情,蒋介石一直忙着打内战,被迫抗日,继续内战,江山是她最关心的事情, 但她依然在空闲的时候回家探望老人家,或是派儿子带牢,直至1949年,国民党已经面临失败的命运,蒋介石已经开始筹备撤退台湾,而她也没忘记家乡的亲人,临走的时候,蒋介石就交代汪日章,让她去老家把蒋妙月接到台湾去,汪日章到了老家后,很快就找到蒋妙月说明了来意,可蒋妙月认为自己年事已高,又对故土难以割舍, 所以不肯去台湾,此外,汪日章的家人也不愿意她去台湾,恰在此时,汪日章的母亲还生病了,所以汪日章也没有回台湾,因为错过了撤离时机,蒋妙月再想去台湾就比较困难了,所以她只能留在老家,而在随后的日子里,蒋妙月的丈夫离世了,她的女儿又嫁得很远,老人家孤苦伶仃地住在大院子里,晚景不免有些凄凉,好在汪日章并没有就此忽略, 蒋妙月,她在了解到老人的境况后,心中很是不忍,就想着邦邦的,汪日章想到了自己的老同学周恩来,她觉得以周总理的胸襟,应该不至于为难一个老人家, 于是就在1963年给北京写了一封信,说明了其中的缘由,希望中央能够给予方便,这封信最后是送到了周总理的办公桌上,她在看完后对此是十分重视,认为这是改善两岸关系,争取和平统一的一个好机会, 于是周总理就让人把蒋妙月接到上海,并让专人负责其饮食起居,不久后,周总理还亲自接见了蒋妙月,当问及老人是否愿意去台湾的时候,蒋妙月这次倒是同意了, 会面结束后,周总理就找到了毛主席,把这一情况汇报给了她,毛主席也是胸襟伯大,不吝做成这件好事,就让周总理负责安排,很快,我方通过秘密渠道就联系上了国民党, 将蒋妙月想要来台湾的消息告知聊蒋介石,蒋介石闻讯,也是十分高兴,他立即派人接下,并多次派人向周总理致谢, 这件事一直到1965年终于全部疏通,我方经香港进行了转送,最后将老人送到了台湾去,这才有了我们开头的那一幕, 蒋妙月抵达台湾后,得到蒋介石的妥善照顾,老人家最后是在台湾安然终老, 蒋介石没能在自己母亲坟前尽孝,倒是为唐舅母送了钟,这也算了却遗憾, 而在这件事之后,蒋介石对大陆的态度也好了不少,双方在此后甚至还接洽起了新一轮合作的事情, 但很不凑巧,担任中间人的张世昭和曹巨人先后此事, 之后蒋介石在1975年还试图邀请毛主席去台湾会谈, 但因为毛主席身体欠佳,最终未能成形,而几个月后蒋介石就去世了, 人这一辈子仅仅是靠自己是很难做成什么事情的,总是要借助很多人的帮助, 在蒋介石的一生中,蒋妙月或许说不上是最关键的人物, 但其重要性是无可替代的,身为唐亲,他能始终无私的帮助蒋介石, 甚至于把自己家的地都给卖了,对比蒋介石的大伯和大哥, 那可就难能可贵多了,纵然历史对蒋介石是持否定态度的, 但发生在他家的这份亲情,依旧让人感到赞叹。